每晚九點半的天龍八部 差不多播到尾聲了 大家都知道主角之一的風哥 最後是甚麼下場 作為一個金融的粉絲 你可能會想 另一位主角 段先生 在天龍世界沒有力積點擺的角色 為甚麼那些武功 好像完全沒有傳給後人 北冥神功 現在我 大俠X 就和大家破架這些謎團 天龍的故事是鐵定不送晚期 按時罪之後 就應該是藍送中後期的 射雕英雄傳和神雕俠女 天龍三國主角臉 段宇不但有顏跡 還要學齊綠蜜神閹 北冥神功和寧波微步 你想想他的後人段志興 即是一燈大師 只靠照一陽指 都可以在射雕世界做到天下五絕 可見由北宋到南宋時期 整個武林的武力指數 空縮多厲害 但一燈大師作為段宇後人 何解兩招北冥神功和寧波微步 完全沒有計程度呢 有人說一燈的耐力都厲害 其實都可能會北冥神功 這一點是否定的 因為如果一燈會北冥神功 就不用騷王重陽 教他先天功 他還拿著祖傳的一陽指 同樣換 認真不孝 第二點 難道段宇的武功沒有傳給後人 但看看幾十年後 蕭奧江湖中的日月神教教主 任我行用的吸聲大法 其實正正就是北冥神功和化功大法 合意唯一 所以北冥神功並無失存 最大的可能性是 一燈大師兼北冥神功 是吸引耐力 有一點點陰毒 不學 至於凌波微步 其實一燈大師是懂的 但懂還懂 出招的時候 他不會大叫 等我細春凌波微步 怎麼證明他懂呢 在神雕其中一幕 襄陽城下 金輪法皇要脅燒死各殤 旗下幾個護衛騎馬 衝去金輪法皇那裡的事 一把年紀的一燈大師 三個呼吸之間 輕鬆追及奔馬 一個阿伯幾個呼吸 就轉得上的致馬 你說他輕功 怎麼也有回到差不多了 二期時間 由於劇情關係 一燈大師長期都是問起打坐 根本沒有位置讓他 說出輕功 所以一燈大師 應該是懂得零波微步的 最後本人意見 不代表本人立場 以上亂鼓 如有類童 實屬巧合 就這樣 再見 這下大師 晚上 這下大師 致陪